观众朋友们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今日华尔街频道的今日华尔街专访版幕 在上周我们为您播放了今日华尔街专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岳建勇先生的相关节目 节目结束之后有会员网友向岳建勇博士提问 他问道既然中国坚守并履行了大部分WTO承诺 为什么他们自己的辩驳都那么无力不成体系呢 甚至墙内大部分民众也不相信 右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攻击可以成篇累赌的罗列 而站在政府一边的左派公知 即使有官媒绝对加持也未能令人信服心服口服 即使美方当年的谈判代表巴舍夫斯基女士对中国旅行不是赞同 难道他不是相关者吗 就像川普的贸易代表对第一阶段的落实表示赞同一样 而对此我们特别请到了岳建勇博士对于网友的疑问进行回应 岳博士回应表示 这位网友的评论和疑问带有普遍性 迄今为止WTO规则向下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也就是我们说的TRIMS 允许东道国对外资施加强制技术转让要求 这是WTO成员国可以合法保有的经济主权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达成协议 中方接受了美方所提出的超出WTO规则的内容 如不得对外资强制要求技术转让 接受美国额外提出的三大保障措施等等 当时官方没有向国民说明原委 主要是担心在国内舆论上陷于被动 WTO又恰恰不否定过度承诺 这就导致许多国民包括官员们在内误以为上述过度承诺的内容 本来就是WTO规则的一部分 其次当年外电对于中美和中欧协议有关中方过度承诺的部分都做过详细披露 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微信和微博故而国内支支者甚少 第三以上误解还与中国学界对国际经济法 特别是对世贸规则的研究深度不够相关 第四官方对舆论的引导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认知 中宣部曾经专门下发过文件详细指导和规范新闻单位如何宣传报道中国入室问题 与此同时官方学者的配合宣传也对舆论起了很大作用 比如中国社科院某学部委员就曾出版专注 以官方立场解读和诚实中国入室的伟大意义 认为加入世贸是中国美国WTO三营 类似这样的理论价值数不胜数 使得人们对于舆论一致下的官方说辞更加深信不疑 第五关于左右派的问题 中国的许多右翼知识精英有意立场问题 或者单纯出于情感后悟 在很多情况下不加分析的采信美国官方立场 并据此指责中国 而左派则出于对前国家的天然亲近感 大多不愿意直接批评当局 即便有所批判也表达得很远晦 某些激进人士这其中既有新左派也有毛左派 曾经公开表达过反对意见但几乎不为人所知 左右派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知识不足 网友的疑问其实是假定中国的左右派不存在知识上的短板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最后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外交战中常常给人以被动理亏的印象 这个其实很好解释 无论出于什么考虑 中方只要接受了对方的条件 做出了过渡承诺 并正式签署了白纸黑字的协议 那就必须认账 否则人家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去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去控告中国 中国还无话可说 更无从向国民解释问题的缘起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全世界几乎重口一词的指责中国所谓强制技术转让 中国政府非但不能拿WTO的现行规则进行有力的反击 反而只能被动的反复解释自己在实践中并没有受益这样做 让实时真相更加不明的是 二零一九年三月中方为尽快结束中美贸易战 对外资法进行了闪电立法 严禁各级政府对外资提出强制性技术转让要求 否则将依法对地方政府刑罚问责 如此举措恰恰坐实了美国对中方强制技术转让的不言其反的职责 也更加证明了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要求中国政府立法严禁的合理性 感谢会员网友所提出的精彩问题 也希望岳博士上述的回答能够为这位网友解惑 以下是今日华尔街专访岳建勇博士的第二部分 请您观看 好那很感谢岳博士刚才关于中国经济给我们进行这样详细的论述 但是谈过了中国经济之外 我们再来谈一谈中国现在遇到的外部的环境 那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 因为这一场疫情似乎越来越小了 特别是二零二零年的时候 中国很快就控制住疫情了 经济从第二个季度就开始反弹 而当时整个欧美开始疫情肆虐 整个中国经历了几个月的产能全开 外贸数据意外激增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直到现在中国基本是走出了疫情的漩涡 在美国还在反复的经历一轮又一轮的疫情回潮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中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或许在未来的几年里面中国经济就要超越美国了 那么此前又来自日本的来自英国的 甚至是来自美国自己智库公布的各种报告 基本是把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这个时间点 定在了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二年之间 反正就是未来五到十年了 那么有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 以及中国到底能不能够超过美国 不知道这一方面月博士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好的 首先我看了 您转发给我的链接就是newsweek 新闻周刊的这篇报道 我中间附带着介绍一下文章的观点 我就不做专门的 一开始我就不做介绍 首先就是说经济差距 我们就谈中国美国经济差距 到底指的什么 一般的理解呢 一般理解就是 实际上就是说就两个经济规模的差距 也就是GDP GDP你的经济规模能不能够接近美国 或者超过美国 新闻周刊这篇报道呢 那么指的其实也是这个 那么基本上相当多的分析 或者新闻报道也吧 一般指的都是指中国的经济规模 能不能超过美国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那么早在 其实早在2014年 按照购买率评价 就PPP 按照购买率评价 中国的GDP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已经超过美国了 那么2020年 仍然是我们按照这个PPP 就是购买率评价 中国的这个GDP是多少呢 24.16万亿 24.16万亿 美国是20.81万亿 中国比美国就在去年多出3.35万亿 那么印度排名世界第三 是8.68万亿 咱们就稍微有点数 8.68万亿 日本是5.23万亿 都是美元 那么中国就是跟日本相比 中国是日本的4.6位 那么印度是排名第三的印度 印度的GDP超过排在第五的德国 排在第六的俄罗斯 两国总和 超过他们的总和 德国是4.45万亿 俄罗斯4.02万亿 德俄第五第六 德国俄国加钱8.47万亿 印度是8.68万亿 那么请问有谁会认为 印度的国力在德国俄国之上 很显然就是按照这个PPP 进行经济规模这个比较 实际上是不太合理的 不太合理的 所以更普遍的 所以说这里为什么 更普遍的做法还是什么 按照民意汇率 来这个进行各国经济总量的评估 这就是为什么 所以大家现在在谈 中国是不是超过美国 PPP自作做一个参考指标 那么现在更靠谱的 还是用这个民意汇率 这个来套算 实际上我觉得呢 就不管有没有 这个疫情的发生 那么单纯从这个 这个静态的角度 那么static perspective 从静态角度进行 这种线性的分析预测 就linear projection 那么很自然会得出 这样的结论 就是说只要中国经济的 连增长率高过美国 超过美国就是一个 迟早的问题 就是时间问题 你管它是2027 2028 2032 2025也未可知 对不对 因为只要你的 你的连增长率高过美国 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GDP只是经济 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 只是衡量的一个方面 经济规模 与国家的实力 就national power 或者power 或者我们就这么讲 就是说经济规模 与国家的真实国力 之间它不能化等 不能化等 因为实力 它分软实力和硬实力 soft power hard power 软实力指的什么 就通俗讲 就是你的国家 制度吸引力和感召力 硬实力是什么呢 硬实力就是指基于 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 总体的公文化水平和军事能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中美在软实力上的差距 就不用说 这是显而易见 中美软实力的差距 显而易见 这个都不需要再展开说明 那么在容易被人们感知的硬实力上 对吧 这个是看得见摩托达的硬实力之上 那么中美真正的经济差距 其实就是两国的创新差距 因为刚才我谈到这个 硬实力指的什么 硬实力就是基于科技创新能力 国家总体的公文化水平 合理的军事能力 那么经济规模的接近 当然了 就是说是给人们造成一种无限的联想 这个在国际政治研究当中 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但问题就是说 经济规模的接近 会不会自动导致 创新差距的缩小呢 这个看起来很激动人心 指日可待 我现在一年一年这个差距 眼睛看着缩小 疫情的原因 很可能导致这个东西提前好几年 这个 实际上呢 就是说经济公众接近 和两国之间创新差距 能够缩小 之间没有必要联系 之所以呢 就提这个问题呢 就现在因为太多的讨论了 人们这个讨论是什么 就把这个经济增长 和经济发展混为一谈 现在经济学上讲的 就增长和发展 就growth development 它不是一回事 发达国家不存在发展问题 发展问题是为发展中国家 所特有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发展中国家 需要通过发展 它发展指的什么 指的就是industrialization modernization 需要通过工业化 现代化来消除贫困 和实现技术感超 所以我们呢 如果就是这方面的文献 是汉类冲动啊 就是发展经济学 和这个 包括国际组织 它专门的研究文献 非常之多 工业化呢 它实际上 它是有两个衡量标准的 就你的国家 到底是不是一个 现代国家 高收入的 先进工业国 它两个衡量标准 首先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工业活动 是占据很大比重 这相对于传统 传统部门 比如农业而已 你的那个工业活动 要占国民经济的 绝大部分 或者很大部分 这个来讲话呢 很多发展中国家 早就实现了 对不对 这个比方说 我们再看到 1981年改革之初 那么中国就首次出口 工业制成品 超过这个初级产品出口 那么这个工业 那个看工业 这个当时还叫总产人 农业总产人 比重早就远远超过农业 但是你能说 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吗 当然不是 为什么呢 这就是需要 有第二个指标来衡量 就是为什么 现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 它工业的这个比重 是远远超过农业比重 为什么任何称 它为发展国家呢 就需要我们 第二个指标来衡量 就是什么呢 你这个国家 有没有实现 由低附加值制造 向高附加值制造 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产业升级 达到一定的程度 比如说你实现的 跟发达国家 在整个工业技术水平上的持平 接近 就用发展经济学 这个研究当中 经常用的说法 叫catch up and get even 我们追赶上了 并且跟你拉平了 这时候就意味着什么 你实现了经济转型 就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你就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就实现由低附加值制造 向高附加值制造的 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那么现在呢 很显然就中国迄今为止 就是仅仅满足了 上述第一个标准 这工业化的第一个标准 但现在呢 中国依然是吧 是依靠大量的资源 和劳动力投入 来维持进行增长 就mind power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 resources natural resources 大量投入资源 大量消耗资源 靠劳力 劳动力 巨大劳动力投入 来维持进行增长 这种被称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叫初放式增长 就extensive growth 或者说还有一种 这个表述就是input driven 就是投入驱动 投入产出 投入驱动 这种模式呢 就是input driven 就说初放式 经济成长 从长远讲 是难以为继的 这里我引述一下 就保罗克鲁格曼教授 他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 Final Defense 当时叫外交季刊 1994年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叫The Myth Behind East Asian Miracle 他举了好几国家例子 First and foremost 举了苏联的例子 他其中有句话 就说一下英文 就有一句话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based on expansion of inputs rather than growth in output per unit of input is inevitable subject to diminishing returns 这什么意思呢 就换句话说 就这种input driven 这种粗放式增长 具有收益递解的特点 叫Dimidation Return 收益递解的特点 如果不是来自技术创新的 这种推动 经济成长的动力 迟早要枯竭 迟早要枯竭 时间问题 这也是时间问题 早晚问题 因此呢 就是如果中国始终 就始终不能通过 创新来推动 持续的产业升级 就是Constant Industrial Upgrading 这种持续产业升级 最终实现经济转型 变成一个什么呢 就是创新驱动 类需主导的 高收入先进经济体育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这个东西呢 就我们知道 高收入经济 不见得是工业化经济 工业化经济 一定是高收入经济 我们看中东这些国家 收入水平很高 但它不是现代化国家 现代化国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刚才我们谈到 低附加值知道 到高附加值知道 你的国家 你的产业工人 是拿高工资的 高技能劳动者 他拿高工资 一个月三万块钱 你一个月拿三千块钱 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所以这样的经济体 又是感染型社会 中产级占主导地位 感染型自然有强大的 消费能力 来支持本国经济的 咱们就姑且用一下 戒业内循环这个说法 对不对 就他对外部的依赖 对外需的依赖 就不那么大 就不那么大 所以中国现在 你比如说 这个是金庄五国当中 这个最出彩的国家 但实际上来讲 中国这个 就是家庭最终消费率 比例是金庄五国当中 最低的一个 最低的一个 所以这就是一个 从长来讲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所以说这样的 你只有变成这样的经济体 你变成什么 类需 就是说类需主导 你的高收入经济 你的技术很先进 所以你的国家 你的那个 有你的 拿高工资的 高技能的工人 技术工人 生产出精湛的 工艺精湛的 这些零物件 或者终端产品 对不对 你的国家人 你能买的旗号 你也能行销全世界 但为什么德国产品 很不容易遭到抵制 因为他的产品 很多是独一无二 是世界上 人家离开你 人家就不行的 所以曾经有一次 就是德国萨克森州的 州总理 这个人 本来就是个经济学家 他曾经在我们学校 作为一次演讲 和我们学校 另外一个学者 叫约翰萨顿教 约翰萨顿教 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就做了一次联合的演讲 就讲什么 德国经济的困难 和爱人经济的奇迹 里面就谈到一个什么 德国有500项工业技术 全世界都一无二 那么德国的主要经济问题 体验 我们这个劳动市长 保护太过 这个就影响我们的活力 它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那么像现在来讲话 那么中国就是说 你现在如果不能实现 这样一个转型 如果不能实现这样一转型 就意味着什么 中国长期只能是停留在 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环境 这个局面如果不改观 那么哪怕中国 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 甚至几倍于美国 你仍然改变不了 中国是一个 发展的国家这么一个现实 你依然是一个发展的国家 那么这个别人做什么样的一种粉饰 就是强行说你是八大国家 或者不承认你 你这个地位 因此还取向你的很多代 那就是政治 那就不是对事实的尊重 那么现在呢 我就再讲一讲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那么现在中国威胁论是比较流行的 中国威胁论 那么很多人就很自然就把中国看到当年的德国和日本 当年德国日本 我们这里就不妨以德国为例 德国为例 1870年德国统一 普鲁士统一整个德国 到一旦爆发前的1913年 40年多一点时间 这个 实际上是德国实现对英国赶超的这么一个黄金时期 这40多年 在1893年时候呢 德国钢产量赶上英国 那么就很像我们今天啊 对吧 那时候就是就看这个数量 到1913年时候 20年以后 德国钢产量已经是英国的两倍 在三年前 刚才说1913年 钢产量是达到英国两倍 1910年 1910年 德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英国了 那么德国之所以能够对英国构成 强大的挑战 风鲁面面 强大的挑战 并不单单是经济规模上拉平 而是什么呢 更或者说更为重要是什么 是德国在科学科技能力上 遥遥领先于世界 他不是一般的领先 是遥遥领先于世界 那时候我们知道 刚刚开始颁发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 那么我们这里有个数据 1901年到1910年 1901到1910年 德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数量 占到33.3% 一国家占世界三分之一 比英法美总和加起来他们才36% 30.6% 比他们总和还高 德国33.3% 英法美 30.6% 那么其中英国11.1% 法国16.7% 美国才2.8% 所以有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 这个李博士根 是比较熟悉 叫尼尔福克森教授 这个就曾经在我们下 也是很有意思的讲座 也是比较这个大国之间 这个这个发展 那个问题 他就就谈到什么 说20年代 魏玛共和国时期 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 世界的哈佛在德国 而不是在美国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希特勒上台 那么大批杰出的犹太科学家 被迫跑去美国了 就成就了美国 美国成为世界科学的 科学最发达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很有意思 就从这个例子 我们在对比今天的中国和美国 那么相对于现在 我们正常说是 美国是一个首层国家 美国是个首层的大国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赶超国家 并不像当年德国 至于英国 具有很明显的这个创新优势 而情况恰恰是反过来的 恰恰相反 我们以两个指标为例 全世界 我这里引用这个数字 是谁呢 是刚刚不久前 就是美国的战略家 约瑟夫奈教授 他这一篇文章 这大概就几天前的文章 他讲的是 全世界最好的20所研究型大学 Research Universities 15所在美国 20所15所在美国 中国是零 而15所当然可能就 李博士所在这个马智林 那么再根据这个 有一个机构 叫Clarivate Clarivate的中文的译成叫科瑞维安 原来这一家数据提供商 是汤森路透 是全世界有名的数据提供商 就是Data Provider 刚好这个数据 我查到是公布的 就是上个月刚刚公布的 Top 100 Global Innovators 201 Top 100 Global Innovators 顶级的100家创新 全球创新企业 100家当中 美国占了42家 去年是40家 今年又增加两个 中国是4家 不简单了 已经是不简单 因为去年 有三家 华为 腾讯 小米 今年增加一个大腾电信 中国有4家 台湾占了5家 所以工艺部 前部长苗维 他在3月7号的政协 大家知道 政协会员有个讲话 很有意思 他想重复的 5年前 他讲过的那句话 中国还处在全球制造力的第三梯队 第一梯队在美国 创新能力最强第二梯 英国 英国 欧盟 以色列 这一国家 那么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进行概括 中国产业大而不强 全而不优的局面 没有根本改观 没有根本改观 大而不强 全而不优 实现制造 强国制造 还需要30年时间 30年时间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很难的清醒的判断 在现在全民一片浮躁的情况之下 这个很难的判断 比如动不动脚 比如中国 这个相当于 以前的德国 这个又如何如何 那么你 这两者怎么能相比 怎么能相提比论 中国是既没有德国那种 那种严谨 崇尚科学的精神 做事还有很浮躁 这东西 很多方面都是不可比 那么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 什么东西 就是苗维 苗维作为一个 这个职业技术官僚 那么他讲这个东西 这个不但是很诚实的 而且也是很难得清醒的 这么一个判断 对形式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来讲的话 那么作为 中国的这个 或者说对中国国运影响 巨大的美国方面 他有可能是 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就我想说的是 就是美国决策当局 就根据他们自己掌握的 这个掌握的 有关中国经济的 全方位的情报 不见得会得出 这个 不见得不就不会得出类似的结论 跟苗部长 类似的结论 这个当然了 这是我的个人一个猜测 这个有待于30年之后 美国官方答案解密 为什么提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呢 就可以联想到一个案例 就是1950年的4月14号 50年的4月14号 就是著名的 NSC 68号文件的出笼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这是标志着 冷战出笼的一个文件 NSC 68文件 美国大规模重整军备 目标苏联 全美的军事遏制理论 乔治坎南的遏制理论 其实现在我们 我们终于知道 就是这个 这个有一部著作 非常好的一部学术著作 叫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rly Cold Wa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arly Cold War 早期冷战的政治经济 我们就看到是 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才真正知道 就是杜鲁门总统 在批复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这个 无非是拿苏联的威胁来吓唬人 吓唬人 吓唬国会那帮领受 实际上呢 在这个 这个68号文件 在出炉之前呢 苏联发生很多事情 比如说第一个原子弹爆炸 比如说1948年的这个 杰克使病 就是所谓的一场政变 共产党夺取政权 所谓东欧国家全面的苏联化 所谓超线战争 那么美国 真的把苏联看作是一个 不得了的可怕的敌人吗 根本没有 根本没把苏联当回事 哪怕爆炸原子弹 美国都对苏联是 基本上持不协一顾的态 因为他 他有这个能力 对苏联的真实国力进行 客观的评估 而且恰恰在 这个二战结束以后 一直到大概50年后 美国实际上军备是在削减 是在明显苏联国力的上升情况下 美国是在持续削减 因为这就是因为 他对苏联这个 国家的真实情况 他是非常了解的 那么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东西呢 68号文件是 以此为由来说服国会领袖 美国要进入某种 动员状态 那么这个来说是 要大量队员支出很多资源 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解决 美国在欧洲的整个的政治布局 就是这个一个呢 是这个要逼迫欧洲放弃 放弃地固主义殖民主义 另一方面呢 要挽救 这个奄奄一息的欧洲经济 如果你不为 比如说德国卢尔工业区的产品提供出 如果你不推动它的一体化 甚至强迫它 强迫它组成某种关系同盟 共同发展 因为你放弃殖民力 因为你跟苏联要竞争 这个世界道德高地 那么你这个也得 或者基于美国自身的历史 美国是自身历史反对帝国主义的 这个这个 你也需要让欧洲放弃这个东西 那么欧洲凭什么要听你的 那么这就需要 美国要花很大的精力 来重构 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 在这个体系内部实现永久和平 像真的 NASC68号文件 根本不是为了应付冷战 冷战其实只是一个幌子 真的的精力 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构建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liberal order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它的由来 基于多边主义 基于国际法治 不类的森林体系 等等等等这套东西 这个是整个把西方世界 整个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团结在一起 好了 那么就是现在的问题 就我刚才讲这个插曲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无论美国 美国的这个统治精英 它内部怎么评估所谓的中国挑战 这个号 那么作为守城大国的美国 绝不会坐视中国赶上 这毫无疑问的 这毫无疑问的 一方面的是什么呢 就美国这个国家 是非常有忧患意识的 非常有忧患意识的 所以我不认为说 这个现在很多人讲 这个美国 这个什么 很多年都是麻痹 大意麻木不仁 就任由中国崛起 然后就任由中国又偷袭 偷盗技术 这个那个干的何的事情 是不管不管 根本没得回事 根本不会回事 美国年年出各种报告 年年指出各种问题 他有他的考虑 他有他的外交测证点 之所以现在中国成为一个问题 成为美国重大的这个挑战 这是由美国自己的 对于整个这个 怎么是维持 现在目前这个美国这个战后秩序 他有他的自己的考量 美国深据这个忧患意识 那么而且他又是什么 在外交理念上 他是高度迷信现实主义的逻辑 realist 灵活博弈 有你就没有我 对吧 这是为什么就是 这个哈佛大学教授 这个艾利斯写的 那个就是叫修行底的陷阱 这本书 那么这个 国际美国的国际关系 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 就是所谓叫 进攻性 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 叫Offensive Realism 就是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 他一本成名作 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The Traded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那么他的这个 认为呢 要保持世界和平呢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不能抱任何患 没有国家可能和平崛起 他一定是用非和平方式 那么怎么解决 将来这个世界的动荡 对美国地位的颠覆 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从一开始 你就把它摁 从一开始 你就不让它崛起 所以有一次 就是我在学校 跟我们LC的几个 国际关系教授 在谈了 Peaceful Right of China 我们麦克·康克斯教授 很有名啊 麦克·康克斯教授 是我们叫Ideas的主任 他就开了一句玩笑话 说Milson Hemi will stop it 就讲这个 所以这个呢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 从两三年之前呢 就是米尔斯海默教授 就是 接受很多采访 也有他的很多演讲 包括去年 包括去年 他有一次是做 一个评论 就是对于说 马凯硕的一个 出了一本新书 马凯硕是一个 很亲中的一个 一个新加坡 一个学者 是一个联合 驻联合外交官 他做了一个 他当都很不以为 那么他就 就提到 就是这么一句话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tolerate China as a pure competitor 绝对不会容忍 这点好不好 这个绝对不是 米尔斯海默的一家 或者一个学者 孤立的看法 这是一个什么 就是深深植入 美国 这个决策的脑海里 这套东西 就是限制为的逻辑 就是美国战后 从建国以来 一直迷信这个东西 既然现在 中国实际上 已经被美国 很清晰的定义为 就是能够对美国 构成全方位挑战 你管他真的假的 他真的相信 假的相信 就像当年对苏联亚 他现在就需要把你 定义为这样的 这么一个敌人 最具有广泛的 most comprehensive 什么什么什么 对美国构成全方位挑战的 most serious competitor 最可怕的竞争者 把你定义为这个时候 那么美国自然 会倾其国力来对付你